KBS演技大賞在31日晚間舉行 寒冬低溫也擋不住熱情的粉絲 上百位粉絲一早就在現場卡位 這是為了一堵他們心愛的偶像 今晚典禮由朴秀紅、李佑黎及男公民聯手主持 紅毯上不再被女明星搶走風彩 這次參加典禮的男明星們 輸人不輸陣 以西裝為主要戰袍 用帥氣的臉龐為紅毯增添亮臉 其中靠著三流之路 人氣極深的朴旭駿 一現身就讓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入圍多項獎項的朴旭駿 最想奪下哪個獎呢 你好 歡迎光臨 朴旭駿 我今天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咖啡餅 預計在明年上漲的新劇 Radio Romance 男女主角 盈斗駿與金鎖炫 今晚也受邀出席典禮 盈斗駿被問到最看好哪位女演員 他嘴前表示 2017年每位演員都辛苦了 明年小編也會很期待大家的新作品